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面临着要选专业的问题 到底选哪个专业 我的父亲他就说家里有个医生比较好 当时的时候我就想 我一定要努力把这个电视力做上去 所以每年的春节呢 因为平时的时候没时间非常的忙 然后春节的时候相对来说空 春节我就是到这些国际上著名的中心去学习 连续五年都是这样子的 做介入医生 我们为了防止辐射的话呢 要穿沉重的牵衣 二手的精重 甚至更重 一般来说 我们做手的时候 就像定在那里一样的 你是一动不动的 从七点钟开始 你背着沉重的牵衣 一直干到晚上十一点钟 或者十二点钟 一天下来 一方面牵衣穿得很沉重 你汗流浃背 另一方面 你腰酸背痛 我大概已经穿了十几年 十五六年的牵衣了 其实有很多人想办法 怎么低射线 要发生病人安全的情况下 最低限度X光 低射线量的手术 还感谢科技的进步 我们X光下的导管床是很窄的 X光它的球管 它的射线 为了可以打起来方便 不受限制 床窄窄的 如果是魁梧的一个人 很难受的 我们没有X光 只有这个床 让你睡得舒舒服 睡得上面 然后非常稳当 然后再做这个手术 低剂量的手术成为可能 现在我们还甚至就是无射解 这一下子就过去了二十多年了 就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ninth constitutes a